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观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 主日平安 欢迎大家参加宣声会 云端主日崇拜 中国有一句俗语 叫个人自扫门前雪 不管他人瓦上霜 也就是说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说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那么我们基督徒 还要顾念哪些事情呢 今天将会由我们本堂的徐牧师 来为大家正道这一个主题 那么在进入今天的崇拜之前 就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爱我们的主 我们也感谢赞美你 主啊 谢谢你保守我们 九月能够平安地度过 让我们又迎来了 今秋的十月 在这样的一个月份 在这样的一个月的第一天 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 来敬拜你 是何等感恩的事情 主啊 我们就将一切的荣耀 送赞 尊荣 归于我们天上的父神 我们也求主 你将这一天分别为圣 来祝福 来带领 每一个到你面前的你的儿女 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在你面前 这样有生无生的祷告 是奉我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所求 阿们 好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方便的话 我们邀请你站起来 和我们的诗班 一起来唱这一首 耶稣基督是主 有请宋文堂敬拜小组 因为祂是万望之王 因为祂是万主之主 唯有祂做私力复活 我要敬拜祂 因为祂是万望之王 因为祂是万主之主 唯有祂做私力复活 我要敬拜祂 万喜要归拜 万口要承认 耶稣基督 祂是主 万喜要归拜 万口要承认 耶稣基督 祂是主 高尘荣耀 哈利路亚 高尘荣耀 哈利路亚 祂是我的主 我的王 我要敬拜祂 高尘荣耀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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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是我的主 我的王 我要敬拜祂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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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基督 祂是主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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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基督 祂是主 因为祂是万族之族 因为祂是万族之族 没有祂从事里护活 我要敬拜祂 万族要 万族要成人 万族要成人 耶稣基督 祂是主 万族要回拜 万族要成人 耶稣基督 他失败 祂是主 群基督 他失败 也稣基督 他失败 万族要回拜 万口要承认 耶稣基督 你是主 万夕要毁败 万口要承认 耶稣基督 你是主 耶稣基督 你是主 耶稣基督 你是主 是的 万夕要贵败 万口要承认 哈雷路亚 耶稣基督 是主 这让我们继续用诗歌来敬拜 让我们来唱这首 主爱滋润我心 我曾经追求世界的欢乐 希望能够得到满足 那一天当我遇见耶稣 我发现自己的虚空 但主的爱是何等感天 只愿我干渴的心天 使我感性干脆 他一引导 在世家的路上奔跑 我千年道路 有耶稣基督 有耶稣陪伴 心中常有喜乐平安 生活中即使遇见困难 主耶稣赐给我力量 但主的爱是何等感天 只愿我干渴的心天 使我感性干随他的引导 在世家的路上奔跑 我曾经追求世界的欢乐 希望能够得到满足 那一天当我遇见耶稣 我发现自己的虚空 我千年道路 有耶稣陪伴 有耶稣陪伴 心中常有喜乐平安 生活中即使遇见困难 主耶稣陪伴 主耶稣陪伴 给我力量 恩主的爱是何等感天 只愿我干渴的心天 使我感性干随他 我感性干净 在世家的路上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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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讲到的时间 今天交给宋恩堂的许朝良牧师 他讲到的经文是出自于 《斐利比书》二章一到十三节 题目是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各位朋友弟兄姊妹 愿你们平安 今天我们在云端教会里面 我们要跟大家思想的信息就是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教会是神所分别为圣 是从世界里面被上帝造出来的一群人 他是被神建立成为神的家 被神建立成为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他所做的事情 就是基督的使命 基督是他的头 他的使命有两个 第一个对内 第二个是对外 对内是要彼此的相爱 彼此的建立 就是指弟兄姊妹 应该对自己教会有责任心 有使命感 但是对外面呢 我们要为主做见证 为主做见证之前 我们必须在教会里面有爱的见证 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爱的见证 我们所传的福音 我们是枉然的 弟兄姊妹 当你在教会出生的时候 你是离不开群体 意思就是说 你蒙恩得救 一直到你平平安安的回到天家为止 你不能够独善其身 你也不应该独善其身 没有人应该去享受没有努力的成果 没有付出努力 就算你可以享受别人的成果 你享受的时候也不会觉得甘甜 教会应该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从前的美国总统 John Kennedy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 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 要问的是你能为这个国家做什么 全王阿里 不要以为他只有武力 他也有智力 他说 服务他人是你住在地球应该付出的租金 意思是说 你在这个地球不要白住 你要付租金 你怎么付租金 你的租金就是服务他人 所以在教会也是这样 人人不努力 不奉献 不付出 教会永远不会有成长 更不会有突破 教会的成长是每一个上帝的儿女 都要付出的责任 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讲道之前 我们来请大家听听今天的经文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 爱心有什么安慰 圣灵有什么交通 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 只要存心谦卑 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是荣耀归于父神 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 你们既是常顺服的 不但我在你们那里 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 更是顺服的 就当恐惧战惊 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因为你们励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我尝试了用一个图表 把今天我要传的信息 把它表明出来 让大家可以知道 我今天信息的重点是什么 保罗在菲律比书第二章 一到十三节 他告诉菲律比的教会 他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要做的事是什么 我们不要做的事又是什么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在基督里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第一个在主里面 劝勉彼此的劝勉 第二个在主里面 要用爱心来安慰 第三个在耶稣基督 主里面要有灵里面的交通 第四个在主里面 我们要用慈悲来灵敏 人用慈悲来灵敏对方 就不会计较对方的过失 或者对方的过错 我们总要彼此的宽恕 正如神宽恕我们一样 但是要做这四样的事情 其实就是一种彼此服事的事情 那要必须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要注意的 第一同心合意 无论你有劝勉 无论你有什么安慰 无论你有什么话想要交通 无论你对对方有什么样的怜悯 请记得要同心合意 意思是说团队精神 第二 这是第六点 我们必须要存着谦卑的心 所以我们无论劝勉也好 安慰也好 交通也好 怜悯也好 我们必须存一个谦卑的态度 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关顾别人 在教会里面 不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不要结党纷争 不要贪图虚服的荣耀 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乃是要顾别人的事情 第一到四点 我们在基督里要做的事情 第一个他就是说 我们在基督里 我们要劝勉 彼此的劝勉 我们要用爱心安慰 在邻里要有交通 对弟兄姊妹要慈悲怜悯 这四样你做的时候 请记得第五是很重要的 第五就是同心合意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有一个团队精神 那经文说同心合意 表示什么呢 就是教会那个服事的行动 不是一个个人行动 乃是一个团体行动 一个团队精神 不要一个人去做 要一起去做 你至少要告诉教会 你在服事什么 你在做一些什么服事的工作 让教会跟你一起策划去做 基督里 从前 在某教会里面 有一些很热心的同工 他们呢 有辅导的恩赐 有关心的恩赐 他们看见一些 失忆的信徒 特别是姊妹 就对他们非常的关心 而且呢 常常的一个人 去作为弟兄的 去辅导那些姊妹 结果呢 越辅 越倒 最后 这个失忆的人 跟这个同工 就一同的倒下来 倒在床上 弟兄姊妹 出于爱心 但是 后来却落在魔鬼的网罗里面 请你看看圣经怎么说 圣经犹大书第一章二十三节 他说有一些人 你要从火中抢救出来 大救他们 有一些人 你要存惧怕的心 怜悯他们 连那被情欲 巅缆的衣服 也当厌恶 这就是告诉我们 有一些人 你要怜悯他们的时候 要存惧怕的心 免得他的罪 也巅缆在你的身上 所以呢 我们尽量 不要一个人去做 特别 特别 对异性 的时候 我们更需要 有一个团队 去做 免得 被人讲话 免得 不再公开场合的时候 我们容易 落在 魔鬼的 试探里面 那我们再来看 除了同心和异 我们还要用谦卑的心 来做以上的那些的服饰 因为没有谦卑 你的服饰 人家就不会觉得舒服 因为服饰 就是要谦卑 没有谦卑的服饰 是叫人不舒服 因为没有谦卑的服饰 那个人好像在表现自己的才干 表现自己的才华 而不是谦卑的去造就别人 谦卑服饰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所以上面每一个侍奉 都需要用谦卑的心 我们来看看 耶稣他是怎样的谦卑的服饰 在菲利比书他说 我们的基督 他本有神的形象 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 反道虚己 取了卢卜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子 既然他有人的样子 既然他是个路仆 他就纯心谦卑 以至于死 死在十一家上面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谦卑做仆人 在英文圣经就翻成 very nature God 意思是说 基督他是与神同等 他是百分之一百的神 但是他为了我们的缘故 他成为仆人 英文就是 very nature of servant 意思是说 这个百分之一百的神 也变成一个百分之一百的仆人 他是人中之仆 是带有人的形象 但是他是个卢仆 他把自己神的权柄 交出来 成为一个没有自己主权的人 完全听从主人的话 他是服在上帝的面前 虽然他自己是上帝 他为了我们的缘故 他放下了他神的权柄 愿意顺服父神的旨意 他怎么顺服呢 来到这个世界 服侍我们 服侍到一个地步 甚至把自己献为祭物 意思是说 他为所有的罪人 冰身在十字架上面 为他们做了赎罪祭 所以弟兄姐妹 你看到了没有 基督服侍人 他做了我们的榜样 他服侍的第一步 就是要谦卑 从一到六 这些所有的服侍 目的是为了一个 是为什么呢 是为了关顾 基督他为什么 他离开了他天上的宝座 来到我们人中间呢 是因为他关心你 他可以在天上 看着我们这些罪人 看我们怎么死 看我们怎么沉沦 看我们怎么下地狱 但是他没有 他离开他天上的宝座 他来到人间 而且是谦卑的来到人间 他所做的这一切 就是要关顾我们 他所做的一切 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 从成人的罪人当中 挽回过来 所以弟兄姐妹 你看到吗 基督的服侍 基督的关顾 是多么的彻底 如果他只是来这个世界上 行一些无饼二鱼的神迹 为保我们的肚腹 派派我们的肩膀 然后就走了 那他的安慰 只能够在今生某一个时刻 少为安慰人的心 安抚人的心 但是基督他的服侍 他的关顾 是做的很彻底 怎么彻底呢 最后他把生命都给了我们 他为我们赎罪 钉身在十字架上 叫信他的人都得永生 所以基督不是给你在某一个时刻的安慰和快乐 他是给我们永远的生命 永远的喜乐 他是给我们永生 感谢神 所以弟兄姐妹 他这样彻底的服侍 所以神使他身为至高 使他成为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所以弟兄姐妹 你看到没有 原来服侍神啊 我们要彻底的去服侍神 我们要彻底的遵行神的使命 去服侍人 因为服侍别人 是必定会得到神的赏赐 神怎样使基督 成为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同样 我们这些要效法基督服侍人的 神也要使他身高 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里面 这样说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谁愿为首 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所以弟兄姐妹 耶稣讲得很清楚 服侍人的 他将要被神升为至高 所以啦 这就是耶稣的道路 他从服侍人 从关顾人 后来被神升为至高 同样 我们也要走这样的道路 好叫我们也能够与基督得赏赐 与基督一同的作王 在圣经马可福音里面 他说 门徒在路上彼此争论 谁为大 耶稣坐下 叫十个门徒来 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 他必做众人幕后的 做众人的用人 于是他就领一个小孩子来 叫他站在门徒的中间 又抱起他来 对他们说 凡为我名借贷一个像这小孩子的 就是借贷我 凡借贷我的 不是借贷我 乃是借贷那差我来的 听众子妹 当门徒在争论谁为大的时候 耶稣就告诉他们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实力 他就把一个小孩抱在他们中间 他说 凡夫是这样的一个小子 就是借贷我 这个孩子在人的眼里面看来是不重要的 是个小子 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耶稣说你借贷他 就是借贷我 其实耶稣讲这个事情 他是告诉门徒 他在犹太人中间 他就是像个小子 人看来不重要 但是如果人借贷这个小子 他就是借贷了上帝 所以弟兄姊妹 他明白这个耶稣的用意吗 耶稣是告诉门徒 有一些人看来是不重要的 只是个小子 但是你去借贷他 你去光顾他 你去服侍他 你就是服侍了 借贷了 耶稣基督 在教会的历史里面 有一些人的服侍 他们看来不怎么尊贵 也没什么呼风唤雨的恩赐 带领千万的人信主 像保罗彼得 有布道传福音的恩赐 有一个人他就是在教会里面 他叫祖学 他的名字叫金波 在他叫祖学的时候 他看到有一个年轻人 十九岁 他来到祖学 后来这位祖学老师说 哎 年轻人 我们现在呢 请你翻开约翰福音 他就在圣经里面翻啊翻啊翻了 这个怎么翻都翻不到约翰福音 这个全班的同学呢都在笑他 因为呢 他在旧约圣经里面去翻 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 所以当然翻不到了 那当时这个年轻人觉得很丢脸 但是呢 这个老师呢就看了出来 这个学生呢平常呢不读圣经 也不用功 而且呢每一次上课的时候都打课睡 不过呢 这个祖学老师 他越是还痞 越是懒惰 越是打课睡 他就越是迫切的为他们祷告 结果呢有一次 这个老师他有感动 知道原来这个年轻人在一个鞋店里面工作 神感动他要到那个鞋店里面去跟他传福音 当时他心里想说人家正在上班了 哪有时间听我传福音啊 但是圣灵呢还是感动他 他走过去的时候走过头了 因为他有一点紧张 结果呢 结果呢进到这个鞋店里面 就跟这个年轻人啊 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 他太紧张了 这里讲哪里讲 好像自己呢在语无论次 不过呢他想起来 虽然好像他不知道怎么讲 但是他所讲的都是耶稣基督的爱 这个年轻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把话听进去 那一天他就受感动了 唯改相信耶稣基督做救助 连这个族学的老师的都不敢相信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 觉得自己好像讲的没有能力 但是神却使用他 使这个年轻人得救 你知道吗 这个年轻人是谁 在Chicago里面有一个大学 有一个神学院 叫Moody Bible College 就是目的圣经学院 这就是美国早期教会时代 一个很出名的步道家 有人数算 他说目的他带了超过一百多万人 包括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的人 信主影响很大 这位老师他讲话他没有什么恩赐 但是他有爱心 他迫切的为这些族学的学生来祷告 你知道吗 在他的族学教学里面 他出了好几个名人 其中了 仕途的神学家 还有了美国的步道家 也是美国总统的牧师 Billy Graham 格里汉 这个族学老师他恩赐不大 但是他用爱心 用谦卑 用迫切的心 来为这些族学的学生祷告 后来这些孩子都得救了 都成为神的仆人了 虽然这个族学老师讲到不是呼风唤雨 但是这些的步道家 就如同耶稣基督一样 呼风唤雨 能讲到能带领许多许多的人 感谢上帝 这位族学老师 他接待这些的小子 他就是接待了耶稣基督 因为这些人都像耶稣基督一样 能传福音 能呼风唤雨 你看看格里汉 他主持过多少的目道会 多少千万的人 因为听到他的福音而得到造就 感谢上帝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一个 关顾别人的心去服侍人呢 为神的缘故 你去服侍这些小子 上帝必定使你的服侍 成为了对主的服侍 虽然是服侍小子 但是却是服侍了 先为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我们有一个儿童事工 是睡前故事 我们这些姊妹们 在网上预备了一些的故事 还有圣经故事 给那些孩子来讲 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小事 可能将来在这些孩子当中 有一些将来成为基督徒 而且很有恩赐 很有影响力 所以弟兄姊妹 有人借贷主里面一个小子 有人服侍服侍 有人借贷借贷 不知不觉就服侍了 借贷了上帝的使者 在这里我要挑战弟兄姊妹 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能独善其身 我们也不应该独善其身 侍奉 关顾别人 是神对每一个信徒的要求 也是神对每一个愿意顺从他旨意的信徒 神使他们要升为高 弟兄姊妹 关顾别人的 往往这些人都会比较长命 除非他要特别的使命为主熏道 你看看有几个圣经的人物 他们特别长寿的 亚伯拉罕他七十多岁的时候 虽然老了 但是仍然接受上帝给他的呼召 他要到遥远的地方 开创一个新的民主 新的国度 因为他愿意顺从神 不是神 亚伯拉罕活到一百七十五岁 摩西他在人生的尽头 日落西山八十岁的时候 他才接受神的呼召 你知道八十岁在当时的人来 对他们来说是人生的尽头 在他当时他说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 强壮的可以到八十岁 但是他活了一百二十岁 多了四十年 摩西他顺服 从顺服开始神给他的人生有一个新的起点 结果他后来的四十年活得很精彩 写了圣经头五本书 为以色列立了国度的律法 为将来的国度建立了美好的基础 所以你看到没有 不是神的人 神使他的生命更加精彩更加的长久 在华人教会里面来 有一个传道人他不是牧师 他是个学者 张立生 六十多岁的时候才蒙恩得救 他见证说 那个讲道的人 那个林先生 他也不是个牧师 他说讲道有道没有理 不像我 我有学问 我有道我也有理 那天他好像讲的话 不合逻辑 没有道理 他说你有罪 你该死 对于张立生那么有学问 尤其是一个证人君子 他听到这些话 当然不服气 但是在圣灵的光照和感动之下 他痛哭流涕 悔改相信耶稣基督 从那一天开始 他成为新造的人 从前 他是一个很傲慢的人 为什么 因为他很有学问 但是 信主以后 他变得很谦和 张立生 后来 他对唐崇龙牧师 他说 我这个人 是在太晚 太晚 才认识上帝 如果我能够早一些年日 来信主 来认识真神 那我可以为神多做更多的事情 但是呢 他不知道 神使他往后的日子 这三十多年里面 所做的事情 比他从前所做的都要多 为什么呢 唐牧师免疫他 没有关系 从今天开始 你好好的去奉献自己 为主所用 所以张立生 这个学者 他人生的上半 他写了五百多万字的书籍和学问 但是他信了主以后 他又写了五百多万字的 属灵书籍和神学 他这一生写了一千多万字 他写了一套的系统神学 华人教会里面能写系统神学的不多 他是其中的一个 他留下了他的著作 影响了华人教会 他的一生 人生 后来又活了三十多年 这三十多年里面 他著书 为基督的真理来辩护 要证明耶稣就是基督 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 弟兄姊妹 在他人生到最后的时候 美好的仗他打破了 当跑的路他跑近了 从他信主那一天开始 他知道为什么上帝要拣选他 他后来明白上帝拣选他 是要他用他的才干来荣耀神 所以弟兄姊妹 你信主的时候 请问你知道你在生命当中的目的吗 你求神这个求神那个 神给你这个也给你那个 神给了你以后 你活着 有否知道神给你活着的目的呢 请你再看看这个教会的图 基督拯救了你 上帝拣选了你 他给你的使命是什么 建立基督的身体 与弟兄姊妹联络做肢体 你有没有与弟兄姊妹 互相的联络 爽脚互相的联络 这是前面所讲的 在主里面劝勉 在主里面用爱心安慰 因为人生常常有悲痛的事情 我们都需要彼此安慰 我们需要在灵里面交通 我们需要彼此用慈悲怜悯来对待 所以弟兄姊妹 这就是服侍 神要我们在教会里面 是这样的去服侍弟兄姊妹 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代表教会 代表神来服侍这个世界 你知道吗 一个服侍神的人 关顾别人的人 他的生命是比较强大的 有两位旅客 他在冰天雪地里面 他们想尽办法能够逃出升天 很努力的走着走着 希望快快的走出这个荒野 免得被冻死 结果在路上 他看到有一个人 冻得快要死了 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说 我没办法 我自己也顾不了 我先走了 另外一个人 看着这个将要死的人 就动了怜悯之心 他用他自己身体的温暖 来拥抱他 他把他的衣服分享给他 于是 给他揉 给他按摩 慢慢慢慢 这个人 就有一点气息 就活过来 后来 这个人 这个人醒过来以后 他们努力的一起彼此的帮助 彼此的扶持 一直走啊走啊走 但他们走到前面的时候 他发现前面有一个人死了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就是刚刚撇下他往前走的那个人 他不愿意去服事人 所以他身体的体能就很有限 最后死在路上 弟兄姊妹 那个服事人的 他越服事人 他的生命就越强大 他越服事人 他里面的体温就越升高 所以人越服事 他的生命就越强大 在疫情渐渐退下 教会需要重开 也需要重建 在重建的过程当中 你的教会需要你的参与 神要借着你的参与 带你到人群当中服事 神要把更多的资源赐给你 包括生命的年税 和生命里面该有的恩赐 神把这些加给你 叫你服事他人 神把这些加给你 叫你的生命更丰盛 神把这些加给你更多 是叫你的生命更强大 使你能够服事他人 能够荣耀上帝 弟兄姊妹 但愿我们在教会里面 人人都要投入 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 不是别人 愿上帝祝福你们 现在我们邀请 宋恩堂的敬拜队 带领我们来唱一首 维音诗歌 诗歌的名字是 活出爱 有请宋恩堂的敬拜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份爱 从天而来 比山高 比海山 测不透 摸不着 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感性给 用心爱 把心中 这一份爱 活出来 活出来 有一份爱 从天而来 比山高 比海山 测不透 摸不着 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感性给 用心爱 把心中 这一份爱 活出来 耶稣的爱 祈离我 传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 成为别人 祝福 耶稣的爱 点燃我 心中 熊熊爱我 我们一起 向世界 活出来 活出来 耶稣的爱 祈离我 祈离我 敬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 成为别人 祝福 忠愿我 耶稣的爱 祝福 神的爱 祝福 河 我们 一起 向世界 活出爱 有一份爱 从前而来 地山高 地海山 这骨头 落不着 却看得见 因为有你 因为有我 感性可以 用心爱 把心中 这一份爱 活出来 耶稣的爱 激励我 敞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 成为别人祝福 耶稣的爱 点燃我 心中 胸 胸 爱我 我们一起 向世界 活出爱 耶稣的爱 激励我 敞开我的生命 让自己 成为别人祝福 耶稣的爱 点燃我 心中 胸 胸 爱我 我们一起 向世界 活出爱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 遵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 降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 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 免了人的债 不将我们 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今天的聚会到此结束 愿神祝福您 欢迎您到网站 www.lovinggracechurch.com 或YouTube频道 回看讲道 主日学和诗歌 也邀请您 扫二维码登陆 我们下星期日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顶 LingQ